原文再續則書接上一回 上回說到 曹操快馬加邊逃出了洛陽 他就經過一個叫中謀縣的地方 怎知這麼不幸被守關的軍事抓了 原來曹操未到之前 董卓的公民已經到了 守關的軍事 根據公民和公民上的圖刑 核准了曹操的樣子 將曹操就押送到中謀縣衙 曹操你知不知罪呀 阮令問他 我是生意人 抓我幹什麼 你們公民上講抓的是曹操 我又不姓曹 我福姓王府 阮令仔細看著曹操 又看了看公民上的圖刑 沉淫了很久 你騙得到別人 騙不了我的 我以前去洛陽求官那時見過你 我認得你 你就是曹操 你又何必隱瞞呢 離人呀 將他押解到監獄去 我明天將他押解到京師去請上 兩 講完 又請首官的軍事飲酒吃飯直到天黑之後 才將我的軍事送走 一間事訓 阮令叫心腹除蟲 將曹操偷偷從監獄入邊 就叫到阮衙後院秘密審訊 阮令問曹操 我聽聞 將我押解到京城他 邀功請上去 講完 曹操將頸一身 將面領向別的地方 阮令叫周圍的人都走開 就向曹操靠近一些細聲 說 你不要小看我這個遠領 我官雖然不是很大 亦不是那種為上是從的根屁從 和容官逐利來 只不過沒有遇到明主 他向曹操笑了笑 就表明了心思 曹操見到他這樣說 亦講出心入邊的說話 我祖上世衛看神 食漢朝的俸禄 我如果不想著報效國家 那又和禽獸有什麼兩樣呢 我之所以屈身折折 視奉董卓 亦就是想找機會殺了他 為國為民除海 現在做不整件事 哎 亦是天意呀 哦 孟德那現在你想去哪呢 我想回到鄉下 製造一個朝廷的詔書 召集天下諸侯一起起兵共諸董卓 這個是我的意願 只不過現在 哎 他又嘆了口氣 遠領聽到這樣說 連王和曹操鬆了綁 扶他去上座坐 向曹操拜輯說 曼德公真正是天下第一個忠義之士來的 在下有禮了 曹操見到這樣 亦立即刻向遠領回拜說 遠領大人過獎啦過獎啦 搞了半天 我還未知道遠領你高姓大名 敢問遠領怎麼稱呼呢 我姓陳明公 治宮台 我家有老母親和妻子都住在東郡 現在 深深為曼德公你的忠義所感動 我願意不做這個官 和你一起逃走 共逃康扶漢室的大業 曹操聽完 心裡邊暗暗高興 陳公立刻收拾行李和盤川 曹操又換了一套三副鞋帽 兩個人 角揹著一把利劍 騎馬就向東邊的故鄉疾辭而去 這一天的傍晚 他們來到城高這個地方 曹操用條馬邊向樹林那邊一指 這裡有個老人叫做呂伯車 是我父親的結拜兄弟 現在天昔已晚 我們不妨去他那裡住一晚 明天再走都未遲 陳公抹抹抹抹 嘿 最好不過 於是 兩個人來到莊前 落了馬 入了呂伯車的丸子 呂伯車見到曹操他們 嚇了跳 連忙問 你們為什麼來到這一樹 曹操問他 怎樣 這裏不可以來嗎 呂伯車說 不是不可以來 我聽說 朝廷到處發文書和圖刑 說要捉拿你歸案 你父親就知道這件事之後 就躲到陳樓的地方去了 曹操將自己勸刀 殺董卓未成的事 前前後後 和呂伯車說了一次 幸好多得這個陳婉令救了我 如果沒有他 咦 我今天早已粉身碎骨 見不到伯父大人你了 他將陳公介紹給呂伯車 呂伯車聽完 向陳公拜拜多謝他說 我的質疑 若不是遇到遠台大人你 唉 恐怕他吵蝕一家 就會遭受滅門之災 這樣 你們現在先休息一下 我又去製酒製菜給你們吃 今晚就在卸下住落 說完 呂伯車入屋裏邊 拿了酒杯出來 我家裏沒什麼好酒 隔壁條村有間酒店 我去過樹買瓶好酒 和你們接風洗塵 說完 他騎著爐仔出村外去了 曹操和陳公兩個在屋裏邊坐了很久 等得有些不是很耐煩 就出了屋 走到院子裏邊 忽然之間聽到背後有雪雪雪的磨刀聲音 曹操即時起疑心 磨刀做什麼 難道想殺我們 他和陳公說了自己的疑惑 呂伯車不是我的至親 他這樣走 我都已經有點私疑 現在在屋後邊有人磨刀霍霍 我們要走去聽清楚是什麼回事 說完兩個人一齊輕手輕腳來到屋的後邊偷聽起身 紮起身來殺 一個聲音傳過來 現在就動手嗎 另一個聲音說 現在不動手還要等多久 再等就遲 好 你以足腳 我來綁 然後落刀 曹操聽得一清二楚心想 哎呀好歹毒呀 你們要捉我殺我 是嗎 如果我不先動手 我就被你們生禽活足 嘿 你們米洗子耳 千下手為強 後下手遭殃 我不等你們先動手 我先殺了你們 想到這樣 連忙碰出把利劍 向陳公洗了個眼色 都還未等陳公反應過來 曹操拿著把劍衝進去連刺大斬 也不論男女老少一口氣殺了八個人 兩個人看著橫七樹白的屍體 也覺得自己有點累了 身上紫滿了很多鮮血 於是就去到廚房找水飲 順便洗身上的血跡 誰知去到廚房一看 見到砧板上 竟然躺著一隻紮好了的大豬 哎呀 剛才磨刀原來是為了劏豬 而不是想殺曹操他們兩個 陳公心感內疚 惶惶不安地說 盲得你多心 我們殺錯好人 曹操的聲不出 也不知他想什麼 殺了呂伯車全家 兩個人都不敢在這裡逗留 立刻上馬出莊 誰知剛剛出了莊 竟然又見到呂伯車騎著爐仔回來了 安上還掛著兩瓶酒 還有很多菜 隔了好遠就聽見呂伯車高聲 那樣叫 咦做什麼呀 做什麼呀 為什麼走啊 為什麼走啊 我這些菜和這些酒 就專門為賢質 和遠令你們準備 你們走了我招呼誰 曹操 曹操說 我是個罪人不敢久留 我已經吩咐了家人拖翁豬了 這麼大隻豬 你們不吃 留給誰吃呀 嘿 不要囉嗦啦 跟我回頭 回頭 曹操不聽他說 騎著馬就因為向前走 呂伯車的連王追上來 曹操急忙撥轉馬頭對呂伯車說 你不要追我啦 你看誰來了 呂伯車的連王另轉身女體 這個時候曹操手起劍落 一下將呂伯車的人頭斬了下來 陳公見到這樣大驚失色 連王問曹操 你 你什麼回事呀 剛才我們已經殺錯他一家人 為何還要一錯再錯再殺老伯呀 曹操就好坦然地說 你也不想下 這個老坑回到家 看到我們殺了他全家那麼多人 他肯善罷金優嗎 他必定會搬齊所有專民過來追殺我們 到時輪到我們不行了 陳公好氣憤地說 明知故犯 你這樣是不仁不義呀 曹操冷笑著 嘿嘿 令我負天下之仁 不讓天下的人負我 亂世之中 哪裏還顧得那麼多人呀 義呀 陳公擾搖頭 沒話可說 當日馬克 他們倆就趁著月息 來到一間客棧投宿 吃完飯餵了馬 曹操先睡 陳公心想 我還以為曹操行錫 這隻董卓是忠義之舉 將他當成好人 我連官都沒有了 追隨著他 唉 想不到他是個不仁不義 狼心狗肺的家夥 和那個董卓是一路貨識 這樣的人留下在樹 豈不是是國家的一大禍害嗎 想到這樣 他連忙拔出劍要殺曹操 曹操在床上翻身 又睡著了 疲倦的鼻寒聲震到人耳朵都痛 曹操殺了那麼多人 又扔了那麼遠路 現在確實很累了 陳公看了曹操一眼 剛剛要揮劍落手 怎知又一想 我為國家社積捉 吵又放吵 跟隨他來到這一樹 殺了他 亦是不義 唉 不如留下他 我走我條路 以後兩筆相干起 想好了 連忙將劍插入劍鞘 出門上馬 不等到天亮 向東郡飛馳而去 曹操一覺睡醒 不見了陳公 他即刻意識到 陳公肯定見我說了那麼多狠心說話 肯定怪我不仁不義 走了 這樣看來 此地不宜久留 我要即刻走才行 於是 都未等到天亮 曹操逸出門上馬 去陳樓找自己的父親 他父親曹操 離開了濠州 現在是寄居在陳樓城入面 離這樹不是很遠 到了陳樓 見到父親 曹操和父親說了 曹操 如何勸刀恒錫董卓 又如何以司馬為理由 逃出洛洋 只是單單不講 挫殺呂伯車一家的事 曹操聽完就問曹操 你回來準備怎麼辦呢 董卓肯定會派人來抓你 我跌了心水 也一定要跟董卓這個老賊鬥到底 他想捉到我 沒有那麼容易 他有的兵馬 他想捉你 就好像捉雞仔那麼容易 我勸你 就不要那麼大意 他有兵馬 我都可以招兵買馬 我就不信 鬥不過董卓哥老家夥 曹操十分自信 好似有計劃 照兵買馬 要有銀兩有糧草 你有銀兩有糧草嗎 你說的容易 曹操有點生氣 他另轉臉不看兒子 曹操靠到父親面前 曹操說 嘿嘿 父親 我想將家裏的財產 變賣了他 招募義兵 貼賜兵起 家裏的家當夠用嗎 曹操登了曹操一眼 家當不夠 我們可以再找一些 有錢有糧草的富家豪門來贊助 這樣就行 曹操畢竟常年在外面 見多適廣 移民木島有這方面的見識 聽到這樣 曹操就不生氣了 他沒有火氣興奮地說 是吧 是吧 這個是一個好辦法 這地方有個叫惠弘的富豪 這個人仗義蔗材可以找找他 他家裏有錢到把得了 是這一書的首富來的 如果能夠得到他的資助 就不用擔心 沒有糧草沒有銀糧去招兵買馬 曹操一聽 嘿對眼發光 曹操就在家設宴擺酒 去拜請惠弘來到家 曹操說 現在看失無主 董卓獨攬大權 氣均害民 天下的人講起他個個都生得咬牙切齒 曹操想盡力看扶國家社職 只不過生自己能力不夠 我聽聞 衛攻你乃是忠義之事 所以才膽敢求你相助 惠弘說 我都有這份心思很久了 只不過未遇到英雄 既然盲得你有這樣的大志 我願意將家裏的財產拿出來資助你們 曹操就開心到百得了 於是 他就做了個朝廷的詔書 發對各州各府去召集義兵 又樹起一面招兵的白旗 上面寫著中二兩個字 嘻嘻 都沒過幾天 就召集了幾千兵馬 這一日 有個楊平衛國人姓洛明晉 自文謙 尼頭濱曹操 又有一個山陽巨鹿人姓 姓李明典致曼城的逆 來投奔曹操 曹操都收留了他們作為帳前的官吏 又有一個佩國人夏侯敦 致元養 他乃是夏侯英的後人 他自小喜歡練習刀劍棍棒 十四歲那年 跟師傅學武 因為有人侮辱咒罵他的師傅 就被他殺了 他就逃跑了外邊 現在聽聞曹操起兵 即刻和他的同族兄弟夏侯淵兩個 各自引領千多個藏丁來匯合 這兩個人本來就是曹操的兄弟 曹操的父親曹松 他原來是夏侯士的兒子 過房給曹家 因此也是同族 過了沒幾天 曹操的兄弟曹人曹紅 亦各自帶領千多個兵馬過來幫手 曹人自指孝曹紅自指廉 兩個人 對騎馬射箭非常之閒熟 亦精通武藝 曹操得到那麼多人幫手 非常之開心 天天就在村內訓練兵馬 衛紅也拿了家的財產出來 購置衣甲其番 四方八面送糧食過來 亦不計其數 當時 袁曹操接到曹操派人送過來的詔書 馬上帶著三萬兵馬過來和曹操會盟 曹操有了袁曹這個有實力的諸侯支持 他馬上寫下核文 派人送到大河上下 和長江南北的各個州郡 希望得到他們的支持和響應 那核文上哪是這麼寫的 董卓 欺天妄地 滅國士軍 毀亂公禁 殘害身靈 浪淚不仁 罪惡充斥 金奉天子密照 大集義兵 世慾素清華夏 朝六群空 亡興疑師共涉公憤 扶持皇室 拯救黎敏 核文到日 何促奉行 曹操這篇核文的大意 董卓欺騙天下 毀滅國家 殺害皇帝 在宮廷裏邊 奸淫老略 殘害身靈 不 人不義 罪惡 滔天 現在 奉天子秘密的詔書 向天下召集義兵 誓要素清華夏 剿滅班賊人 希望各地同仇敵蓋 起兵來共赴皇室 拯救黎民百姓 核文到了那天 立刻可以迅速奉命行使 曹操發出的核文反應是怎樣呢 就扯聽下回分解 來不及了 解除了 解除了 erhalten